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来看看今天的台北股市 盘中一度是站回到了半年线 不过呢 包含了元宇宙 以及电动车相关概念的一个题材过 很多都出现了涨多拉回 让盘中呢 今天出现了开高压低 拉回有一度百点之多 不过看下尾盘叠是稍见收敛 盘面的观察 怎么做掌握呢 现场为你邀请大家 两位专家了 首先欢迎到是品封大中华头顾的 蔡丰盛分析师 丰盛老师好 亭娟好 大家午安 另外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台国旁边上挂掌 我赶好问你先请教 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亭娟 这个礼拜日刚开完 蔡老师台南新化高中的校友会 所以蔡老师把这个学历上面补一下 那当然啊 这个学长认为还不够完整 明天要补上国立台南 所以你才知道 原来蔡老师是真正的台南人 各位 那回到这个大盘好了 各位 也许在涨当中 你都很怕会追高 对不对 总不能当最后一棒嘛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昨天在盘中 我已经告诉你 有几个讯号你要了解 整个市场派现阶段在运作的 除了是嘎空 除了是走第三季季报行情之外 重点是什么时候是警讯 我相信我昨天跟佑达连线已经一开始就跟你讲了 你不用去烦恼这个盘 因为昨天那时候还10点45 对不对 这个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要赶快卖 就是金元半导体转强 也就是台积电连电跟世界先进 各位 我昨天的讲法都放上网路 你不用急 因为我都丢上去作为公正 不是其他同业一天到晚在演部待戏 都藏在幕后 没有 我都在幕前 做的都是Live的节目 所以各位 今天你看到了什么讯号 蔡老师跟你讲的半导体族群在补涨 这个给很多市场派大户 已经提醒了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各位 你认为这个盘昨天增加40亿的融资是对的吗 来 蔡老师 每天的一个祝福 你先收在心里好不好 盘是你如果今天没有逢高卖 像我们的学员一样 那也算了 我就不可能把时针往回拨 各位你都已经错失掉很好的卖点 同样的我也告诉各位 今天这种我们不仅卖得漂亮 我们还买得更神奇 各位尾盘收盘价还比原先买的价格 赚了两块 那当然这档个股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在日后你就会看得到 包括今天晚上包括明天 蔡老师都会跟你讲 所以先把自己的平安健康顾好 股市的东西说实在的 对你真的是太难了 为什么散户99%都赔钱 你落后的消息你要研判多空 不可能 除非像蔡老师一样直接告诉你 你就等台积电联电世界监信长 你就要准备先跑各位 蔡老师的节目早中晚保护着你 这才是守护者的责任 不是每天都在预录 然后拿出来跟你播 或者是忽多忽空 我今天看到很多原先空头的老师 快昏倒了 因为今天一开始 大涨了快200点 涨了168点 全部都翻多 又是追在最高点 然后杀下来又不服气 又跟你讲这个也没有 所谓的一个走空的条件 那当初一直去放空的 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 各位 真的是胡说八道 各位 我一直告诉你盘面上 都有传达讯息 你要做正面解读 不要做太主观 尤其是看一大堆 所谓的指标的 真的赔死 各位 昨天11月1号 大盘开这个局好不好 好啊 涨80点 然后呢 近期新高 17119 又占回季线 对不对 重点是这个 来 昨天融资增加40亿 这是不对啦 为什么你看 上礼拜五的时候 融资增加13亿单日 然后连续9天买 你如果再不懂的话 这是蔡老师跟你讲的 来各位 这上礼拜五跟你讲的 礼拜一 出来跟你说 上市增加 融资增加9天 平均增加99亿 那是不是每天增加11亿 11亿用而已 各位 也就是大户在追价 不会用那么多融资 不然不是没钱 没钱还在用大户吗 随便拿出来也30 40亿 这才是市场大户的基本底数 几百亿的也一堆 各位金融市场不要去预设高点 各位也不要去预设人家的财富 各位你知道吗 虽然有一些是借来的 各位知道 那昨天这40亿就有投机客了 懂吗 那就对了 除了今天台积电 联电 世界先进转强 昨天融资大增 第二个讯号 对不对 好来 那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不错 四大指数全部都收最高 你看看 为什么放空的这么惨 又不是台湾在涨而已 美国股市全部在嘎空 对不对 所以空头是一败独地 不用再争了 那今天的盘 最高涨168点 然后马上杀下来 这是蔡老师跟你说的 除了昨天融资增加40亿 来 今天一早出现什么讯号 这是待会2点钟 蔡老师 节目结束之后 世界先进要开法说会 这个这礼拜5天的法说会 然后这是今天 盘前8点多公布的讯息 世界法说 他已经事先给你丢财报数字出来 各位注意 我们看的是看第三季毛利45.79 原先预估多少 原先预估44.46 对不对 然后盈益率34.21 这都公司结算过 你不要说老师 那有没有可能做假报表 台积电的子公司 你不要做这方面负面的联想 其他公司我不知道 好不好 台积电子公司 张忠谋先生 创办人 台积电 刚刚接任我们蔡总统 的一个什么 APEC特使的职位 第5度为台湾发声 真的要为他老人家拍拍手 老当益状 在古代叫什么 好像叫马园 汉朝的马园 老当益状 对不对 然后你看盈益率 原先预估32.5 到34.5 对不对 公布出来 34.21 所以得出结论 是不是符合高标 对 好 结果呢 结果世界先进 开高之后震荡 就给你拉涨停板了 这是不是讯号 这是不是讯号 第二个讯号 所以不用再跟我争了 好不好 那这个讯号一出现 你认为给其他市场派的大户做什么样的预告 因为我昨天已经跟你说了 所以蔡老师讲这样非常的简单 如果说今天莫名其妙 不知道这个大盘怎么跌 那就慌乱无措 或者是原先看空的今天去追在最高点 也要使鸭子嘴硬就跟你讲说这个大盘涨定了 大盘涨1300点才说涨定了 没有这样在解盘的啦 各位 所以啊各位很高兴 好不好 今天啊大家获利啊 大赚一票 有三天赚三支涨停板的 你说啊什么时候送钱送给你 就这个时刻啊 你说老师要怎么这么快 对啊 大盘会这么飙都是因为你没买到嘛 大盘会跌 或者个股会跌都是因为你买到 所以你不要怪谁啦 好不好 专业能力够 请再进来台湾股市发财 来 我跟你讲的嘎空 这是第三个指标 从10月21号当时就告诉你 卷支比49.18对不对 一路的往上嘎 我告诉你有什么理由 没理由啦 嘎空有什么理由 嘎空就是很多人放空啊 市场派主力知道有机可蹭啊 要让这些空单赔大钱 所以才叫嘎空啊 怎么会有人会去放空很好的股票 不会啦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哦 智元昨天 219波段新高 从152来到21970块 各位 今天的资源 来 开高直接杀下来 217杀到195 一样是超过20块 震荡过大了 第三个讯号出现了 各位有没有 是吧 而且又没过高 好来 我跟你讲的一个汉磊 从10月初 10月7号 对不对 当时汉磊124 对不对 一路的涨哦 汉磊世界太极跟红康 涨到今天173.5 然后呢 马上打下来来到150.5 一样23块 这个都已经超过16%的政府了 各位 所以啊 你不要再告诉我 你看不懂 好不好 根本就是啊 你能力不足啦 所以未来台湾股市再起涨 你也看不懂啦 未来台湾股市如果再出货 你更看不懂 那你一天到晚都看不懂 要怎么赚钱 其他同业都看不懂啦 所以为什么这次嘎这么凶 因为太多人看空嘛 那太多人看空是同业在看空啦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蔡老师刚跟你讲的三个条件都出现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 怎么办 难道全面转悲观了吗 没有啊 各位你来看看 上礼拜是跟你讲顺德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顺德 导线价顺德就是等于啊 该行业的台积电 二三五一 对不对 十月二八上礼拜四对不对 收盘收一五一 隔天 哎哟 盘前怎么开始讲他的利多啦 那不然我们研究产业面的 怎么会带领你去买顺德 来 上礼拜五开始拉涨停喔 哎导线价的龙头骨拉涨停 是脑袋坏掉吗 没有 反映他的产业面 各位有没有 因为第四季要涨价嘛 好来 第一天喔 对不对 上礼拜五十月二九第一天喔 166创什么 历史新高 昨天 11月1号 顺德在拉涨停 对不对 是不是 第二根涨停 涨停涨停 对不对 续创历史新高 昨天11月1号 今天11月2号 来各位 涨停200.5 今天最高200 为什么蔡老师要这样给你印 注意喔 因为我早就告诉你 动作早就要准备出来了 来 有没有看到 9点几分 结论是什么 注意看喔 这个是11.171.5 从200块跌了快30块 你告诉我 如果你是买在200块的怎么办 我问各位怎么办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卖 因为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 所有的讯号蔡老师都给你 传述一段的一个事实就是 你起码要有法人操盘的能力 你才有可能在这个市场赚到钱 不然的话就是人家说的蔡奇阿白在拱炒作 一波拱不上去再叫另一波 然后死哪一波全部都死啦 只有一开始拱你去买的那个人活啦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千万不要去炒股票 你要有法人思维嘛 所以我告诉各位从上礼拜到今天 我希望你赶快认同我的能力 因为这才是未来啊 你能够赚钱的关键 来 顺德 11月2号到今天 连续三天是不是三支涨停 2351的股票玩起来像小型标股 你去哪里找 还跟我讲说赚不到钱 不可能吧 30几%就这样短短的三天 就获利啦 各位还没完喔 我不是在拱你去买顺德啦 各位 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一个宗旨就是 永远啊 我都会研究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所以你都不会去追啊 蔡老师正在发酵的一个个股 或者是持续涨的个股 不会让你去抬旧会员的股票 那个是恶劣的手段 其他同业怎么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太清楚了 所以都一败涂地 各位你来看看 蔡老师6138 那茂达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9月30号 当时是不是下跌3块5 对不对 157 事后茂达通加细利跟红康 茂达上礼拜五190 还跟你讲要涨了喔 因为第三季的季报 对不对 昨天茂达193 外资买了1200张 对不对 今天的茂达来各位 201.5 各位是不是很开心 各位有没有 好来注意哦 得为10月12号 当时台湾股市最灰暗无光的时刻 我告诉你不要去一天到晚 怪什么 这个10月11号 这个红海 他推电动车 人家郭台铭先生 人家生日礼物 你也要讲说 为什么红海不涨 不要一天到晚去跟人家这样讲坏话 我们要讲好话 我告诉你人家明明就是导向车用整流二旗体 谁叫你去买红海 谁叫你去买玉龙 谁叫你去买广雨 谁叫你去买乙胜 要不要读书啊 各位 股市的读书就是研究产业嘛 所以你看当时我告诉你 也一样跌五毛 德伟 对不对 184 蓬城台半强帽跟德伟 有没有看到 你看哦 今天11月2号 德伟竟然冲上300块历史新高 184块涨到309 你自己去算 这已经没意义了 各位你来看看纪佳2376 10月27 是不是 晚上跟你讲的 纪佳当时涨2块5 收108 有没有 纪佳华硕 维新华琴 各位有没有 都在这里比一比 今天的纪佳 波段新高123.5 你这样还赚不到钱吗 各位来 9月16号跟你讲什么 这股门独气的 但是一样是市场的产业的一个什么指标股 叫元泰 各位你看看 元泰涨三毛 76块半 有没有 8069 雅光 金鸿 杨明光跟元泰 无人商店概念股 各位今天的元泰 再两毛就100块了 998 76 变99.8 所以各位 好好的一个把握 行情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说 要整理几天 因为我太清楚了 好不好 就等那些同业 翻空的同业 又再一次的一个重挫 又停损 又说 我本来就跟你讲喊空的 那时候再来涨 好不好 各位 YouTube Live的TG网站 自己去看 三四年来所有累积的档案 应该够你验证 我只想证明我能够帮助得到你 各位知道吗 YouTube直接加一下 好不好 屏风 你就看公司的logo 绝对不是个人 好不好 蔡老师公司来当你的屁股 当你的靠山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早中晚影片都会出现在你手机上 绝对正面 绝对不会叫你去追高杀低 老话一句 台股多空无偿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各位 蔡老师跟你讲的 转进 转进什么股票 刚刚也跟你说了 今天盘尾盘跌两点 我们今天逢低不仅逢高卖掉 逢低买进的股票又大赚两块 各位自己去讲 那个是没有多少钱的 这样赚两块 各位 你可以看到这种盘还有办法转进大赚 所以不论台股走长多或者短线震荡 我都会认真的寻找让你大赚的股票 所以不要再告诉我行情 你比蔡老师更清楚 好不好 需要蔡老师帮忙的 蔡老师发动即刻救援 老话一句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准没错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婷娟 好 那么更多操作的建议广海区 再请丰盛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严新邦 节目的个股解析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婷娟 那股市的一个操作 就算你急也急不来 因为现在已经收盘了 各位明天请早 好不好 那明天请早不是九点才下单 我们七点多就在公司忙 各位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准备好了没 你不要明天大盘涨什么 你去设飞标 就像今天 还是有人去买在大盘 大涨一百多点的时刻 对不对 尤其是做空的 有可能都补在今天的高点 然后一反转 怎么等于是跌两根跌停 惨不能堵 所以说蔡老师这边 很诚挚的邀请你 实力不够 停看听 好不好 实力够了 你也要参考实力比你强的 精益求精 好不好 蔡老师的节目绝对 对你有正面帮助 不然不会在这个 人家说的妙店 一直都是蔡老师守在一点半 各位你知道吗 帮助很多很多的散户 但是最重要帮助的是 希望你平安健康 好不好 没有平安健康 你赚一千只涨停也没有用 是不是 台股多空无常事 今天跌两点 搞不好明天涨两百点 各位谁说不可能 但是涨两百点 你股票你就会涨吗 不一定 你股票在涨什么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 那怎么办 要怎么见真章 产业选股 拿蔡老师的笔记去操盘吧 好不好 因为所有的股票操作的一个观念 你如果不正确 你根本不会赢 涨两千点你也不会赢 跌两千点你会输更惨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一次大盘涨了一千两百点 你说老师 哇很好赢那是你当蔡老师的学员 蔡老师在鼓励保护你 其他的人放空 我也不知道说要不要用书穴 脱口来形容 因为这样有一点不好 好不好 因为蔡老师讲的东西 都是在讲好话 我也告诉你这才是专业 真正所有法人的操盘人 不会去放空 各位 因为你今天去放空你就不认同这个大盘 你不认同个股 你甚至于说其他有股票 能够涨五成的你也不会去买 那个心态微妙的变化 这一波空头 赔产的投资朋友 内心一定心有七七焉 那未来怎么办 当个好人 未来怎么办 各位你就不要当坏人就好了 巴菲特都在做多 索罗斯都在放空 你把这两个老前辈拿出来看 如果说叫你选一个好人一个坏人 我相信你跟我心中的答案是一样的 这样懂了吧 当个好人好不好 各位 所以蔡老师也告诉你 什么叫圈子自己人的概念 台积电领导全球多头大反攻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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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今天的盘刁难到这个地步 欣欣有让你落开吗 我印的时候192.5 导播辛苦一下3037的欣欣给大家看 196 欣欣刚好落开 今天还充200 各位 这不就是圈子自己人的概念吗 信任圈 各位是不是 你来看看玉金光 蔡老师跟你讲的 10月28 跟你讲玉金光 当天跌13块427 嘉宁先进光玉金光亚光 各位注意哦 昨天玉金光444.5 近期新高 今天玉金光来各位 你注意看 470.5 好的股票都是这样找出来的 不是去设飞标啦 各位 航空股 10月5号 就跟你讲货运价格涨声不断 长龙航 各位 18块18块7 对嘞 是不是 华航长龙航后市同步看窍 对嘞 今天长龙航21.1 各位 我问各位 来 是不是 所以你看 3653的建策 9月6号跟你讲 当天跌3块304 你看今天这个盘这么的刁砖 你看双红立志建策跟齐红 11月2号建策竟然拉到418 再创历史新高 来 同样的 富财 3714的一个富财 各位 台表科惠特聚集富财 来 今天依旧拉到776 各位你看 这都公开让你验证 一样是近期新高 有没有看到 所以所有的内容都不用争 好不好 心平气和的去网络 把它看好 包括LINE的生活圈 蔡老师人数即将要突破5万人 非常感谢各位的肯定 后面会告诉各位 更多的一个产业面 产业选股才有资格 讲这四个字正面迎战 所以请优化自己的持股 来应对这一波的大盘 不论台股走长多 或者短线震荡 蔡老师都会认真寻找 会大涨的股票帮你发财 把它放在投资人的多宝格 让你好好的赚完一波又一波 所以你是不是自己人 自己内心有底 是自己人 枪在手跟着蔡老师走 不是自己人的 赶快成为蔡老师的自己人 因为我们就是同样圈子的人 蔡老师一定会照顾你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婷娟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老本公司所推荐分析资格表加减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色料 请供参考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全身评估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